在信經的時候 灑聖水是宣認我們曾經領誓 接受了這個信仰 所以其實灑聖水的時候 有些朋友可能很少練習這個機會 所以我提醒大家 我們灑聖水的傳統就是 在灑聖水的時候 我們經過來的時候 大家畫十字星 這個十字星我紀念我們的誓言 所以今天特別是三位準備來初領聖體的 你們今天不只是初領聖體 去回復整個這個任何聖史的部份 我們記得任何聖史是三個部份 領聖、堅、陣、聖體、聖體、聖士 所以他們今天的聖體、聖士 是其中任何聖士的三個其中一個 所以為他們來說 灑聖水更加有意義 所以如果大家不反對的話 待會我們開始念信經的時候 不會灑聖水 不過記住的是 我們重新紀念我們曾經領誓 我們又接受了這個信仰 當我們一路念信經一路紀念這個信仰的時候 是我們表達到我們真是信我們這個信仰